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的时候采访之前我都有点害怕 可能会有一堆立刻有一群粉丝就冲过来 什么意思就是 你说如果你提到一些不该问的问题 对比如说我采访了热霸 这个问题其实是咱俩聊得很开心的 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我在挖一个坑让你跳 以前挖坑我会跳 但现在挖坑我也跳不进去的 所以你说就好了 所以完全没问题是吧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对 刚开始做一个新人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 大家就标准化的说采访的时候 就是该怎么怎么样 但是更多的还是会保留一些新人的 自己个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开开玩笑 以一种比较没有那么紧绷的状态去进行采访 虽然你人是紧绷的 但是我说的话就完全是放松的 因为我想说什么就能说出来什么 而且我想开玩笑就可以开玩笑 但是现在虽然我人是放松的 但是这些话其实都是紧的 因为很多东西我知道就是不能再开玩笑 而且很多东西也不能再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 所以你内心现在有很多防火墙 各种界限其实已经很明白了 对肯定会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就是会有一些东西 也没几年 但是这种工作 你觉得做流量 就是有流量型的艺人 是不是比那个普通演员 他们经受的考验要更多 因为你的雷区可能更多 我说的意思并不是那种红线内的那种雷区 我的意思是那种 可能看起来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普通的问题 但是对于一个被很多粉丝关注的人来说 他可能就细致入围到 这个问题应该不能跑 反正目前没有过 他们对你还是比较放松的 对对对 送100位女孩回家第三季